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师家,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锅草机的转速偏大或偏小问题,也就是锅草机的马达或发动机调速器的问题。 由于今天外面风也很大,有的时候还会下雨,所以我在这儿讲完了以后,在我的车库里面去给大家演示锅草机的速度偏大。 表现到外面就是说,噪音特别大,油耗特别大,短时间还可以锅草工作,但是时间长了,锅草机的寿命明显是要降低的。 那么造成这个原因主要是我们锅草机可能受到了外面的影响或者创击之类的造成的,使得我们的这个调速器进行了损伤,所以必须维修。 另一个更加常见的情况就是锅草机的速度偏慢。 表现在外面就是我们锅草,就是说锅草深一点,多一点,很难过道,也就是说锅草机的输出功率不够。 锅草机的转速变慢,它的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用了五年或者甚至十年以上的锅草机,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或普遍的。 还有一个造成这个因素,就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的锅草机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关于速度的问题,一般而言就是马达,发动机的,调速器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重点。 好,现在我带大家到我的车库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到车库里面,我们先把火花塞拔链。 这个主要是我们下面这个维修过程当中,这个安全考虑。 现在把顶盖这个取下来。 好,这顶盖的三个螺丝取下来了,我们把顶盖拿下来,放到旁边。 好,我们准备一个超市用的这个塑料袋。 我们把它折一下。 把油箱的盖子打开。 然后呢,这个放在这个油箱的盖子里面,盖牢,盖回去。 这个主要目的是防止这个油箱里面油,在我们下面工作当中,清洗或者泄露出来。 我们把这个油箱取出来。 然后拿的时候呢,这个轻轻的拿。 它主要下面呢,有一个这个管道和这个混油器Caburate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拿的时候一点小心。 好,我们把它清洗了,放在旁边。 现在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见这个熄火神天边过来了。 慢慢过来了,是通过一个连杆进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的弹簧。 这个弹簧呢,对这个调速来讲非常关键。 然后连在一个壁上面。 壁上面呢,再通过一个连杆。 这个连杆呢,可以移动的和这个Caburate上面这个Shift。 这个摇臂呢,是连在一起的。 你看这个,通过这个连杆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见Caburate上面那个Shift呢,也在移动。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呢,实现这个调速。 我们现在可以看见这个钢丝在这个位置。 这个弹簧呢,是绷紧的位置。 也就是处于张紧的位置。 这个时候就说明,如果发动机开的话, 它发动机应该处于高速的状态。 我们看这个速度控制器的地方。 那么,是兔子的位置。 也就是说是高速。 这个是一个扳手。 然后我们把它扳到这个低速,到最后到Stop停止的位置。 也就是乌龟的标示的位置。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钢丝呢,是往这个马达方向来移动了。 那么,意味着过来,整个过程到弹簧呢,就没有张力了。 就变松弛了。 非常松了。 这就是这个速度控制器整个的控制过程。 从而呢,实现这个对马达这个调速。 马达的最高速度呢,有的是3100,有的3200,有的3300, 3400,3600。 具体是多少呢,你要看你马达的说明书。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钢丝有明显的变形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买一个新的钢丝,换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马达的速度有明显的降低, 那么还有种可能的选择,就把钢丝拿下了节点节, 再安上去以后呢,就可以使得速度提高。 但是呢,这样呢,就是说有很大的风险。 就换上去以后,有可能是使我们的马达的速度超速。 那具体怎么办呢? 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下面接着讲。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弹簧。 这个弹簧呢,这个是非常关键。 虽然用的时间比较长呢,它有可能这个就是弹簧变形的。 我们也可以买个新的弹簧呢,换上去。 这样就保持这个弹簧的这个性能不变, 从而保证这个我们控制的速度呢,范围呢也不变。 还有呢,就是这个手臂这个粘感, 包括这个carburet上面这个shift,也有可能变形。 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变形? 比如说受到外里的冲击,就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 或者我们使用的时候不小心,或很硬的。 比如说石头,撞击有呢,很可能使得这个转臂,这个粘感。 使弹簧发生了这个明显的变形。 使我们这个速度呢,也有可能这个最高速度,也有可能超高。 超速。 但是更多的情况呢,可能就是说低速了,高速,再也上不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唯一方便的办法呢,就是买配件换上去。 这换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知道这个ngin的model以后,我们去买这个新的配件换上去。 这是比较安全,也是很可靠的这个办法。 那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是速度降低的话,我们就把弹簧拿下来,简单截换上去。 也是可能,可以的。 理念上来讲可以。 钢丝唇,拉长了,我们拿下来,简单截换上去是可以的。 但是呢,问题是我们通常情况下,没有这个taco,tacomita,没有这个转速仪。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换上去以后这个速度,有没有超过这个ngin的这个adding速度。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自己DIY进行这个速度的这个调试的话,我们最好是有一个tacomita。 如果你有呢,是这样做。 如果你没有呢,我建议呢,最好的办法呢,还是买配件。 不管是钢笋,弹簧,还是币,还是连改。 我用这张图片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tacomita的这个形状。 这个呢,从这个三十五十刀一百刀到几百几千刀的队友。 主要是它的测试范围和精度不一样。 我们买的时候呢,要非常地小心。 如果我们买的这个精度太差的,显示的这个转速呢,不是我们ngin的实际速度呢。 是我们ngin在超速的范围里工作呢,就很可能影响我们的枯草级的这个寿命。 所以呢,大家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通常呢,在家里面做DIY的时候,这个呢,转速仪用的特别少。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决定。 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里面,这个Govner,就是调速器,它的里面的结构。 这呢,是一根弹簧,对吧?还有连杆机构。 那么其他一些机器,尤其是比较老的机器,通常呢,有两根,甚至更老的机器呢,有三根弹簧的。 这个呢,每一台机器,甚至同样一个品牌,它的结构呢,就稍微不一样。 那么,这个不同的品牌,它结构呢,是有差别。 总的来讲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一个这个,这个钢丝绳,进来以后,连着这个弹簧,就是主弹簧。 这张图片呢,上显示的,红箭头显示的,它有两个弹簧。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这张图片上讲的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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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簧上面,连接做1234,一个小的,呃,孔。 我们用黑箭头指挠的。 我们把这个弹簧呢,勾在不同这个孔上呢,它的速度就不一样。 这个根据说明书呢,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样,从这样呢,可以调节这个ngin的速度。 好,我们现在呢,呃,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呃, 呃,邮箱呢,装回去。装回去之前要注意检查,这个,呃,连接做过滤器,上面这个连接空气这个管有没有松。 松了的话,我们要恢复好。 这个油箱呢,由于一根管道和copyrate连接起来,我们要小心的,然后拿起来以后呢,呃,轻轻地放回去。 它是卡扣结构。 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油箱的盖子打开,把这个塑料袋拿掉,然后盖回去。 我们把顶盖现在装回去。 现在的顶盖呢,我们就装好,装回去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嗯,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请在下方留言。 好,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 。 谢谢大家